四天連假就這樣放完了 在今天要恢復上班上課 那麼出門前趕快就要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變化了 尤其是北台灣還有東半部的民眾 提醒您記得在今天還是要把雨季給帶上了 因為在今天有機會還是用得到 其實有不少北部民眾包括我自己 都想要問了到底雨要下到什麼時候啊 馬上透過地面天氣圖 我們就要帶您來關心了 其實在今天最主要還是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但是跟昨天國慶日不太一樣的是 從今天開始水氣會逐漸減少 那麼雨勢就會趨緩下來 交雨時間也會縮短一些些 那麼一直到禮拜五呢 其實天氣會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 但禮拜六開始呢 又會有一波東北季風暴動了 所以天氣又會開始再有變化 當然也要來看到是在今年 第十五號颱風不拉外 是持續朝著日本的東南方海面在移動當中 氣象鼠也預估了 對於台灣的天氣是沒有直接影響的 所以我們主要要關注的 當然還是東北進風 我們馬上要來看看地量降雨了 其實剛剛說到 從今天開始呢 水氣是會漸漸減少的 但還是會下雨啊 剛來看到了 包括了桃園伊貝還有東半部地區呢 不定時仍然是會有零星降雨的 那麼氣象鼠也特別提醒的是在宜蘭山區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 那麼也針對了宜蘭地區就發布了大雨特報 而其實中午過後呢 山區還有這南部近山區平地呢 則要注意的會有局部雷震雨發生 而且雨勢可能不小 所以出門提醒大家還是要把傘給帶著 那麼除了下雨呢 當然也要來關心溫度變化了 我們趕快帶你來看看這室外溫度是真的有涼喔 如果說呢外頭還飄雨的話呢 可能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冷 其實在現在呢 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區包括台北 溫度來到了23.7度 那麼在新竹的部分是23.6度 中部地區台中紮印呢大概是24度左右 而其實在南台灣你看到的是包括了台南高雄 都在24到25度之間 花東地區呢則是25度左右了 而其實在今天全台各地呢 早晚低溫是在23到25度之間 當然啦其實桃園伊北還有宜蘭地區喔 白天的高溫是只有25到26度左右的 所以一整天感受起來都會是涼涼的感覺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呢白天高溫啊 有機會是可以衝到31到32度 所以你看到了早晚涼白天熱日夜溫差大 如果是早出晚歸呢提醒大家真的要加件外套了 而其實這個週末呢又會有另一波的東北季風報導 到時候水氣又要增加 地溫又會往下降 目前預估呢其實在北部低溫 是有機會來到20度而已的 所以最後的氣象小丁寧要來提醒大家了 其實在今天除了要帶傘加件外套 來到這個季節呢其實天氣變化大 溫差也大真的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而且過敏族群也要特別注意 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